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的单元要来看看 全球股市在金融海啸以后 那么到现在为止 它累积的涨幅实在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美国的稻穷指数 走6549到最高到22173点 现在还在2万1千点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股市 在金融海啸之后 靠着量化宽松的政策 钞票满天会造成全球股市的飙涨 那么现在来到了高档 到底它会不会产生很大的货作力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开始担心了 最近我看到美国股市当中 它出现一个讯号 也叫做新登堡凶罩 这个意思就是当年在德国 最悔的飞船它用这个来做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当中它用了 这个创这个50澳洲新高 跟50澳洲低价的个股的比例来观察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上次金融海啸的 这个新登堡指标是78天 那么这次大概来到76天 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上市到78天之后 全球股市出现股灾 那么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引发重大的回档效应 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资金都在风险性资产上面 尤其在股票市场 那么大家累计的涨幅这么大 到底会产生什么的效应 台湾外资的出股到超过41%以上 所以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台股 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 那么最近我们郑清文跑到挪威 观察农威主权基金 那么这里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想吴嘉隆长期观察 这个美国的地缘政治 跟美国的金融市场 今天我们请两位来跟大家 就近来做沙盘推演 我们请吴嘉隆来先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社长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清文中 社长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先请吴嘉隆你来讲一讲 吴老师你看看川普在上任之后 美国股市1万7千831点 一路飙涨到现在 我想川普最近很多状况 包括Bannon下来 包括很多的阁源都挂灌球去 这当中包括北韩的互相喊话 都造成股市的回档 美国的FAMG现在其实 大概都没有再创新高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关切 美国股市的未来 另外一个美元 川普上来之后它飙涨 现在美元指数不断下滑 到93左右 所以如何观察在国际金融市场 对我们未来的下一个回合的投资 会带来什么影响 社长这个问题非常的切体 我们现在谈美股跟美元 我分开讲 第一个 现在对美股的担心 包括用一些 比如说那个本益比 还有社长刚刚讲的那些指标 清登保指标 他们在做比较的时候 拿目前的数据或者股市的表现 去跟过去的股市表现 来做形态类比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看到过去100年 从1929的道琼崩盘 1990的日经225的崩盘 到2000年纳斯达克科技股的崩盘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利率已经正常化 然后因为景气持续扩张 为什么 因为有工业革命 1920年代是汽车工业革命 1990年代是资讯产业革命 然后这些工业革命 最后会带来 持续 持续繁荣的话 容易产生过度乐观 过度取债 最后过度重重 泡沫化 然后破掉 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利率 已经正常化 所以现在拿本益比来跟你钱比 其实不对提 公司的体质好很多 我这次发现半年报 为什么 我最近这个 这个孤朝明来台湾演讲 他一直鼓励要扩大支出 要建设 我说台湾的上市公司 现在借钱借罪的红海 一兆3200亿 这个是千文数字 第二个现在台积电大概6400 也算好的 但台湾有非常多 我看最少300家以上 他们手上的现金 现在手上现金的金额 超过负债的总额 这个是很少见到的 换句话说在这段时间 大家体质都改善得很好 对 现在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股市 美股 我们刚刚在提到美股 其实跟过去的美股表现 有这么一点很大的差别 像网络时代 那个时候联准会的利率是6% 后来升到6.5% 从6.5%修下来的 像之前的话 是利率正常化情况下 景气的行情带出来的 过度乐观 现在我们连利率都还没有正常化 所以我们在这个利率偏低的情况下 看到的泡沫 我把它称为是小泡沫 景气大好的时候 持续繁荣带来的泡沫 像过去我刚刚讲的 100年的三大股市泡沫 我把它称为大泡沫 所以我们目前的泡沫 会因为利率的不断上升 而受到约束 不至于冲过头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社长刚刚讲到川普的一些政治风波 白宫的人士 还有一些政策的推出 好像受到挫折 包括医改 税改 这些有点停滞 这些现象 从川普来讲 好像歪打正早 因为他本来就不希望美元太强 结果现在有点偏弱了 就是联总会现在 一开始美元很强的时候 川普说美元不能那么强 是他喊的 他说美元不要太强 不等于不要强势美元 可是他那个时候喊了半天 美元没有跌破100 指数没有跌破100 跌破100是月轮的鸽派升息 3月15号以后的事 从100.5 跌到现在是92.5 这一多行情里面后面的话 有很多是因为白宫的那些风波 那这个东西我把它说为歪打正早 因为美元急剧的下修以后 会在接下来的两季 对上市公司的财报产生加分 所以接下来的话 光是上市公司的财报改善 又会对股市形成一个支撑 所以目前去判断美国股市的话 我说没有崩盘危机 可能会像社长说的 有一点拉回或者有一点修正 但是还不至于看到危机 因为目前看到的股市 往往因为升息缩表这些 会产生约束 然后再加上政治的动荡 或者地缘政治风险 它会出现一种说刀挡震荡 但是也不至于出现说那种崩盘 那些预言美股要崩盘的人 是因为他看不起业轮 一个卖家法 金罗族 他们看崩盘最少看五年以上 天天讲崩盘 不是 你可以做预测 但是你这个 我说你这个预测 是没有把业轮放在眼里 因为我说只要业轮在 他说脑梁不升息了可以吧 我不缩表就行吧 你怎么崩 你崩不下去的 因为目前处在货币 还是在货币宽松的环境 在这种环境之下 随着景气慢慢的稳健复苏以后 将来会用景气行情 来取代资金行情 目前在行情在放轨 以前是资金行情刺激出来 现在慢慢的会用 用那个景气行情 就是EPS走高 预期看好 市场情绪转乐观 信心增强 这种景气行情会带 会来取代资金行情 所以资金慢慢的收紧的过程中 美股并没有跌 那看到历次的升息 九四年升息 两千年升息 两千零四年的升息的时候 你看那个指数 都是震荡走高的 也就是说升息的背景 是因为景气转强的话 对企业的营收获利 其实是助攻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担心 美股可能会 就是拉回修正OK 但是你说要崩盘的话 我现在不觉得会有这个危机 就跟台股一样 很多人讲看到那个台股 水都软了 而且我上次我讲说 台股上万点会很久 大家都不相信 很多人把我罵 我也这么说 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入美 因为台股碰到万点都崩盘了 我们用过去的观念来看台股 我最近跟很多人讲 我说大家都把台湾看得太衰了 为什么 台湾在AI人工智慧上 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台湾的半导理系演算法 或深度学体里面的心脏 那光学镜头是眼睛 我说你要大数据 要解读人脸辨识 都是靠镜头 台湾是世界光学之都 所以现在很多人 像雅光上来他就可以换空 换空之后他嘎死了 为什么 他不知道后面的变化有多巨大 台湾其实我最近在观察一个 我们在过去十年当中 从Apple的第一代 到他第八代要出来的 台湾单单靠吃苹果 已经不知道养活多少上市工作 都不很大 下一个我再想说特斯拉 为什么 穆斯克如果要让特斯拉的电动车 一年可以卖一百万辆 全世界能够帮特斯拉做 只有台湾人 所以我认为特斯拉 如果好好跟台湾合作 他就会变大 如果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特斯拉将来就危险了 为什么 所有东西做都又好又便宜 只有台商 社长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在讲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其实在慢慢回升产业的复苏力道 慢慢在转强 那这个东西也是跟美国的一些 新兴产业新兴的公司发展方向连结的 所以那天我跟马凯有个座谈 他说台湾不要去做那个帮人 做廉价代工 他说台湾要想办法去做Apple 想办法做特斯拉 我说我也吃到 但是我们长这个屁股 就只能吃那种药 他说这个要认认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世界级的这种大品牌 台湾绝对利益 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而已 日本 德国也没有 全世界Apple只有一家 所以我说你就认命 你就只能帮他做代工 所以你代工也有钱赚 总比没钱赚好 我说那你今天 你说台湾要弄一家Apple 我说你比登天还难 不容易 好 这个我想你等一下再来请教你 郑清文先回答 我看你这一次到挪威 看主钱基金 挪威的主钱基金好像买台湾的股票 买83亿是不是 美金 美金 83亿亿 台币2500亿 好 这个是够大了 这里面你发现外资 当然是台湾扮演重要角色 你如果从挪威的主钱基金 来看他们买台股 这里面给你什么企划 这很有意思的 我想社长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这一次的台股 在万点会占得很久 为什么 其实我们从过去十年的数据 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外资在过去十年 他在台湾投资的金额 已经快一倍了 从2007年市值占台股比重31% 到现在占台股比重的四成 你可以想想看外资是多么爱台湾 当然有些是内资转到外资去结税 但是我们从这个金额来看 真的是吓死人 你看他金额几乎成长一倍 所以这次的万点行情 到底跟以前的万点行情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十年来 三大法人买超台股的金额 大家在想说万点可以撑多久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过去十年来 有四年是下跌的 而这四年 外资的买超金额小于1500亿 今年买超已经2500亿 所以当外资的买超金额小于1500亿 你再来担心说 现在台股可能会下跌 那我们再从一个 你看外资光配息 他不是赚钱 他光配息 不算股价赚钱 他就领走了1.5兆的现金股息 那我们来想想看1.5兆 他领了做什么用 他也不是拿走 你看看这个再投资的比例 今年我们看看去年 外资领走这个1.5兆股息 过去五年来 他又投了台股1.1兆 所以其实你看 今年买超金额2500亿还好 因为他股息就领了1.5兆 但是这个72%代表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台湾的外资克税 是要克20% 那再加上他的交易成本 也就是说他把领来的股息 大部分都投在台币 那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 外资真的比台湾人对台股有信心 他税轻 我们本国人要缴一半 对 本国人要缴税比较重 但是外资也对台湾太有信心了 挪威跟台湾没有邦交 挪威各位想想看 一个人口450万人的国家 他的主权基金是9000亿美金 不是台币 是9000亿美金 比中国大陆 比沙烏地阿拉伯 比我们在讲的 这个常常在讲说新加坡主权基金 来台投资股票 新加坡主权基金 在全世界的主权基金 排行是10名以外的 挪威主权基金不只投了台湾2500亿 他们还是一个公开透明 用道德规范来投资的这个主权基金 他去年赚了530亿美金 就是赚了1.6兆台币 年报酬率6.9% 各位想想看 公开透明道德规范 这个公开透明跟道德规范 他们怎么做 这个是台湾学不到 因为台湾都上下其手 最近我说那个国花基金 我一比投那个如星 那个100亿台币 我说这个纺织也有 我说你投纺织也怪怪的 我说这个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他这个非常特别 就是说挪威是一个小党林律 现在是绿党跟工党在主政 但是他们这个领导人换来换去 这个主权基金都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就是很简单 他不投军工股 因为这是危害人类了 他不投煤矿股 这煤矿 烧煤矿也是危害人类的 他只投资这个绿能产业 对人类有益的 没有贪污状况的上市归公司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 那去年为什么挪威可以赚这么多钱 performance这么好 很简单 去年呢 他就要美国那个FAMG 那个五档买一下 我看就不得了 他就减少债券的投资 增加股市的投资 他现在的投资比例 也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他既然主权基金这么大 大家个人的财务 也可以这样做参考 他今年的组合 是股票65% 这个债券32% 房地产3% 所以他是这种投资组合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看高值率率的股票 现在如果我来主导这个基金 美国那五家 Apple Google 再加微软 再加FB 再加亚马逊 这五个 再把阿里巴巴 再把腾讯加进来 对不对 三星 台积电 台湾 像五开加鸿海 NVIDIA 再加上Apple Go 然后百度 全世界里把那几个重量级的 像日本的软体银行 我就挑20党 我全部压在这里 我看爆脱率就惊人了 对 这就是公开透明道德规范的投资法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实可以公开透明道德投资 也可以做出这种绩效 这种绩效它就不会跑来跑去 他就会长期投资 然后他就会把从债券的资金 慢慢转到股票来 所以各位的投资思维一定要改变 今年他加码了什么 今年挪威基金加码了 台湾的鸿海 加码了第一金 因为第一金的股息殖利率就6% 所以你去看 他大概都是买了超过10亿以上 也就是说 事实上这种公开透明道德 还是可以获利的 对 那我们再看回顾一下 巴菲特 巴菲特在2007年最有名的 10年投资赌局 他跟一个对冲基金的 叫Teders Light 两个人在10年前做了一个对赌 Teders Light选了五档对冲基金 做了一个投资组合 巴菲特就选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跟他对打 对 现在十年到了 这个先排了 标准普尔呢 这十年来涨了85% 年化报酬率7.1% 对冲基金只有2.2% 所以巴菲特的被动投资是赢的 对 所以其实各位也不见得说我们投资 不见得一定要去买标股 现在整个投资形态已经改变了 台湾外资占4成 大部分是法人 所以其实你买ETF 搞不好赚的都比买 刚刚吴嘉隆特别也特别提到 现在从资金行情 要进入到景气行情 我想全世界在经过这段的调整之后 这个好的公司它不断的会浮现 所以我们面对未来 这个世界变化是大的 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标的选择 你有什么样的 给投资人一些意见 像刚才郑总经理讲的 有一个特点就是 挪威的那边有一个特点就是 管理会低 对 因为你通常操作这种投资基金的话 会需要付管理会的 比如说两个百分点之类的 选择被动投资标的的话 首先就省掉管理会 然后接下来我补充一点就是 外国的基金或者过剩资金来台湾的话 是把台湾的全职股 因为它的高配息 稳定配息 把它当债券再买 我把它称为股市的债市化 所以你看到它挑的标的 其实是全职股外资股 外加高配息或者稳定配息 台积电第一金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一定有人要 所以为什么外资会来这里找 稳定配息的全职股 因为国外在互利率 在盈利率 而这些全职股 台湾的全职股 可以配6%的配息 为什么不拉 所以这种类似在买定存概念的 这种资金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 两三年前你看 有说GR 浩鼎在腰涨 我跟很多人讲 企业的价值在创造盈利 不是在创造梦 也就是说盈利跟盈梦是不一样的 我说哪有一个 我说你买那个升级股 那什么都没有 第一个你拿到要证 不一定会贵官 卖得掉才最重要 我去年去提吧 当天5加56 今天17 他有获利盈利很大 全世界最大的学名药厂 今天都惨跌 那我们你说现在买到 升级股 新料股 那个跌下去之后 因为你没有喜可以配 所以那一直跌 你根本不知道会跌到哪里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基本面 你也不知道没有 我说一家公司会跌到哪里 如果有财务报表可以看 我知道我的价值 那个新料股 你不知道那个价值 到底会多少 所以会看天你就知道 下去你就没有底了 那个就是 社长讲这个就是 生计股这个领域的 这个族群的特性 那讲烧钱的话 没有大概可以拿 亚马逊做例子 一路烧到现在股价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就是 外国的过剩资金来台湾 是把台湾的稳定配息全资股 当作定存来买 所以这种资金 怎么会是短线呢 大家想一想 所以为什么外资会留在这里 拿了股息还会继续 还在头 因为它的资金性质 是那种买债券 如果你要玩风险 玩房地产股票 OK 但是有些钱 你总是要把它 当定存来摆放 这个时候标的就是台股 所以为什么台股 会站上万点那么久 这个是原因之一 因为外资主导 而外资是定存概念的资金 来台湾找凋地 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 就是社长刚刚问到 这个美元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联准会在升息 准备缩表 照理说是货币在紧缩 怎么美元反而在跌 那当然首先开始跌的时候 是因为川普在唱软 不是唱衰 可是后面跌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 这个马克宏当选之后 欧元变强 欧元转强 这个我把它称为美元被动贬值 美国什么事都不用做 光是欧元转强他就跌 这是被动贬值 包括三个因素 就是自然讲欧洲的脱欧 政治风险的消失 再来欧洲经济的转强 第一季 第二季 他表现都比美国好 第三个就是欧央行 开始考虑学美国 开始退场 量化宽松要退场 这个都对欧元构成支撑 而且这些因素看起来 可持续 不是短线 短线的因素 那美国这边的话 最近又爆出几个现象 第一个 通膨走软 所以市场开始担心 联准会的升息 可能不会像他讲的那么强劲 那通膨的走软 再加上白宫的这些风波 政治风波 那使得股市本身也会产生 避险情绪的上升 修正 然后有些资金 就从股市跑到债市去 所以你会看到升息 短期利率升了一个百分点 升了四次 结果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几乎跟第一次升息的时候差不多 在2.2 2.3这个地方震荡 那这就表示说 短率追上长率的危机是出现的 就是到了利率倒挂 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暂停升息 而要缩表 缩表的目的之一 是把长率能够推上去一点 然后推上去以后短率就有空间生 不至于超过长率 因为出现利率倒挂的话 是不利于经济的复苏 所以我们发现美元本身有主动贬值 跟被动贬值 这双重因素 但是产生一个新问题 就是如果市场对美元失去信心 觉得它在走下行通道的话 那这个不行 所以估计联总会在这个时候 会适度出手来撑住美元 不要让它形成一个看衰崩盘这种现象 就是美元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金融市场来讲 美元的信心是一个加分 不是一个减分 那美元走软以后 会对美国的海外企业的财报有帮助 海外营收获利有帮助 这个东西会对股价形成支撑 但接下来两季里面 会开始反映出来 所以到时候 个别公司发表它的财报的时候 大家发现 不错 股价又上去 现在拉回是因为有一些市场情绪 受到地缘政治 受到白宫内部的一些动荡所影响 那这个东西 我说歪打正早 因为联总会这一次 今年升息很妙 二月的时候股价一直在创新高 它三月升息 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时候 股价又一直创新 历史新高 它六月升息 最近这一次的话 你看到七月八月这一波 又在创新高 到两万两千多点 对不对 照正常情况 联总会要升息 可是因为现在暂时不方便升息 再升下去 短率会追上长率 所以它改成说 目前市场的预测 是九月不升息 但是宣布缩表 从十月开始 那缩表的意思就是 稍微把长率推上去一点 推上去 对 然后留下空间 让短率来升 所以在这种操作之下的话 美元应该会得到 適度的支撑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市场本身就是 现在市场上太看衰美元 太看好欧元 市场一致性升高到一个程度以后 如果美元跌不下去 欧元涨不上去 会开始出现洗盘的修正 到那时候美元又会强弹 欧元会拉回整理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些还处在拉回修正的这种状态 还不构成崩盘 好 我想把这个观念弄清楚 大家心里就很明白 这里面我们金文兄 你再跟大家谈一个观念 你看到挪威 其实挪威有一个政策 2025大概全部改成电动车 这当中我刚刚一直在讲 Tesla 如果他能够把台湾 变成一个重要的伙伴 这个大家一起打造电动车 那个量 把电动车的价格往下 一直压在3.5万美元以下 就100万台币可以买到电动车 然后充电的这个 可以跑500公里以上 那这样的话 整个电动车的这种普及度 大概会无限上升 所以我一直觉得 如果台湾能够在苹果供应链之外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长期伙伴 形成另外一个第二条重要的供应链 台湾未来的经济的严谨 我觉得会非常乐观 你的看法呢 我对这件 对社长讲的事情非常有信心 我这次去挪威 发现说挪威在2016年宣布 2025年要停止一切燃油车的销售 大家在想说 台湾电动车也没几辆 充电桩也没几个 这是可能的吗 可是我到挪威以后 发现这件事情在挪威 是一定可以达成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挪威电动车的占比高达37% 也就是说在挪威每三部车 就有一部是电动车 所以它立个法 2025年 禁售一切燃油车 一点都不困难 那怎么说呢 因为挪威利用主权基金的获利 来补助电动车 刚刚我们提到挪威主权基金 是要投资未来 所以它是投资绿能产业 补助电动车 怎么补助呢 它补助电动汽车 25% 补助电动脚踏车 15% 那这个光钱来补助 不见得有用 它整个国家为电动车 设计了一个生态链 这个生态链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只要是开电动车 你停车不要钱 停的车呢 它利用挪威95% 水利发电的充沛的电力 广设充电桩 充电不要钱 那你想想看 停车不要钱 充电不要钱 进入市区呢 它可以走公车专用道 所以大家当然是买电动车 即使你再有钱的人 你再贵的车 你也不可能走电动 这个公车专用道 然后挪威的地形 又是狭湾很多 所以你到狭湾的时候 就没有路了 然后他就渡轮 来把你的汽车接过去 电动车做渡轮也免费 也就是说 他是请国之力 在辅助电动车 去年立法通过的时候 特斯拉的这个 Elon Musk 讲了一句话 他说挪威 你真是了不起啊 所以台湾作为一个 特斯拉的供应链 在特斯拉7月28号开始 Model 3交车的时候 各位要记得这个数字 Model 3 Model 3 就是iPhone 3 因为iPhone 3创造了这个 台湾苹果供应链的传奇 特斯拉的Model 3 也即将开启 台湾特斯拉供应链的传奇 为什么 因为Model 3 这是交车交多少台 30 30辆 有多少台在排队 20辆是他们员工分的 45万辆在排队 中间有432公里 要走坡度15度的精灵之路 再走这个可以俯瞰 霞湾全景的老鹰之路 地形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他会把电动车 的电用完 所以呢 特斯拉就在 霞湾的入口叫Navis 这个地方 蓋了一个2000k瓦 可以让20部电动车 同时充电的 充电的这个充电站 那我在那个充电站 碰到一个丹麦来的 开特斯拉的游客 我就问他 那你怎么充电 他说其实 开特斯拉充电很简单 你只要告诉他你要去哪里 他就会告诉你 哪边有充电站 你的电量降到一半以下的时候 他就要告诉你去充电 所以他在那边大概充25分钟 充250公里 他就要继续往前走 那他告诉我呢 从挪威的北角 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现在他的车这样开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根据这个特斯拉的城市 这样开就没有问题 那每百万人口呢 挪威现在充电站是6.3% 美国是1.0% 台湾是四个充电站 一个充电站在花博 一个充电站在台中七起 一个充电站在奇美博物馆 那最近8月11号 特斯拉总部在内湖成立 那里也有超级充电站 那各位想想看 哇30分钟充250公里很快啊 可是呢 只有四个 你在家里充 一小时50公里 你到那个餐厅停车场去充 一小时25公里 所以将来 会大爆发的是什么 充电网路的供应商 对 这个台湾最厉害 台达电 不能卖燃油车 德国就紧张了 德国现在开始要盖 GIGA FACTORY 为什么 他要学特斯拉 开始盖电磁厂 那德国要盖 瑞士的BOBO宣布 反正他燃油车卖不过人家 他2019 就开始卖电动车 大家就直接跳电动车了 所以这种 电磁工厂的 大量的制造 也带成这个鋁电磁材料 的股价飙涨 对 现在的飙涨 其实最近大家注意到 台股有很多 突然飙涨的股价 背后都有故事 请大家好好回去研究一下 我想今天时间有限 下回让你多讲一点 我们今天 大概吴嘉隆告诉大家 从全球的这个 整个现在的 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没有 台湾其实 我们如果在万点 将来要可长可久 台湾要打造新的 特斯拉供应链 我相信 如果台湾能够形成一个 很大的 苹果之外的供应链 台股会有非常美满 光明的宴景 这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所以到万点 大家不要太悲观 等一下请文盛来告诉大家 在万点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股票可以选 稍微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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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